哈囉大家晚上好 那古泰呢今天一樣用手機剪短的錄個短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對這個盤碎一些看法 那原則上今天也不是加開錄影啦也不算 古泰今天錄影呢純粹只是為了要解答這個昨天跟今天啦 其實還是有蠻多粉絲們留言說 欸這個法輪換艙是什麼 那法輪換艙的成本到底要以哪一個數字為準 所以古泰今天錄個短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就是拿紙跟筆或者是你要記在手機的記事本也OK 今天這幾個數字是非常重要的 原則上可以讓大家用一整個月 原則上可以讓大家用一整個月 所以大家務必要記好 務必要記好 那這邊古泰今天算是在講最後一次 再講最後一次古泰希望你如果是忠實粉絲 古泰希望可以跟這些大家我們培養出一個默契 古泰每次來講法輪換艙 或者是到結算的那一天 你將來要自動很本能性的去反應去直覺 今天就是法輪換艙 那今天的成本在哪裡 你要自己本能性的一個反射動作 古泰希望能夠跟大家培養出這樣一個默契 因為其實聽古泰分享這麼久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大概懂古泰的一些看盤的一些技巧 跟一些重點 所以大家 古泰因為在錄影的時候 YT的錄影的時間還是有限 而且沒有辦法很常常即時的跟大家分享 對於這個行情的看法 所以古泰能夠教學 我能夠教你的 能夠分享給你的 我一定會給你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自動自發 古泰在YT是公開免費無私分享 那很多心法 很多訣竅 很多看盤的一些美美角角 美美咖咖人人角角等等之類的 古泰都是希望能夠第一時間 你能夠學走 你當然就學走 因為行情天天在變 技術面天天在改 消息面天天在公布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 做多或者是做空 方向要怎麼抓 要進什麼單 停損要怎麼射 體力要怎麼停 基本上這些都只能靠你自己 因為古泰沒有辦法24小時在你身邊 所以古泰會希望給你的是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樣 你如果 always 只希望別人跟你講 這一檔股票可以做多 期貨哪一個點位可以進 哪一個點位要出場 哪一個點位要停損 哪一個怎樣有的沒的 你如果 中期一生 你只為了想要聽這個 那沒辦法 你一輩子就只能受制於人 你一輩子就只能幹嘛 花錢參加投顧 就只能這樣 那古泰呢 創立這個頻道 我也很直接的跟大家講 我是希望 古泰平常的分享的一些心法 或者是看盤的一些技巧 能夠直接給你 你能夠學多少 能夠領會多少 你就盡量學 那古泰也公開的教你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古泰沒有辦法24小時 就是在你身邊 然後24小時 隨時每天 及時的 然後分享自己的看法 古泰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原則上 古泰分享的東西 你如果能夠內化成自己 那你也能夠學到東西 那在行情來的第一時間 你就自己可以下決策 你就可以自己下決策 不用等到古泰講 因為有時候等到古泰講 那個行情又完了 對不對 像昨天古泰下的那200口空單 古泰什麼時候下的 古泰平均啊 大概下在14500 500 附近 就是昨天 昨天還在14500左右 對不對 夜盤已經下在100點了 對不對 古泰都已經翻倍了 你這時候才要進場的時候 其實那個風險性都大 所以 等一下古泰會來復盤 復盤昨天 古泰下的單 那我也希望 古泰平常分享的一些東西 大家要務必把它記起來 那我也希望大家 跟古泰一樣培養出一個默契 古泰在講法輪換槍的時候 或者是古泰在講結算日的時候 或者是古泰在講其他東西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要有一個本能直覺的一個反應 古泰在講什麼 那 一樣 法輪換槍跟樂手 基本上這兩大重點 這兩大重點是影響你一整個月了 所以 接下來 今天雖然是9月21 可是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現在已經開始在跑10月份的行情了 所以從結算過後 我們看的就是新合約 我們看的就是新合約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今天921 離月底 還有9天的時間 其實我們已經在跑10月行情了 所以今天 古泰特別錄製這一集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那 古泰在YT沒有辦法公開的講的 基本上 在優分析這邊的課 古泰也會無私分享給你 無私分享給你 那YT確實是比較沒有系統性的 古泰講到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你如果 比如說 看了古泰YT很久 或者是你本身是新手的投資朋友來講 你可能沒有辦法看古泰那個前面 300多集的YT的話 那 或許 這個優分析這邊有系統性的課程主題 或許對你來講會比較適合 那 短短用一天的時間 或兩天的時間 用一次上課或兩次上課 你就可以把這個300多部的一個印記 的時間省下來 古泰就是直接在課堂上直接 給你最有完整系統的一個濃縮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大概就先跟大家講到這樣 希望大家能夠之後跟古泰培養出一定的默契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 今天的一個法人換倉在哪裡 今天的法人換倉在這邊 如果大家有工具的話 有工具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指數的TUMD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指數的TUMD 那這個指數的TUMD呢 基本上大家就特別的留意一下 特別的留意一下 這個加權指數 今天 應該說10月份的法人換倉 換在14446.38 記好 記好 換在14446.38 這是加權指數 那貴買指數呢 換倉換在哪裡 貴買指數換倉在188.81 188.81 記得喔 這是10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好 重點來了 台子期的換倉 不是這個數字 好不好 台子期的換倉 不是這個數字 記得 不是14441喔 只有結算當天 這一個數字 不能參考 好 可是明天過後 明天過後 大家要看 要看數字的話 這個數字就可以參考了 大家懂得意思啊 好 所以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 結算日的TUMD 就是法人換倉 所以剛剛的加權指數 我們再重複一次 加權指數 10月份的法人換倉 換在14446.38 貴買指數 10月份的法人換倉 換在188.81 可是台子期 記得 台子期的法人換倉 不在這喔 台子期的法人換倉 記得 點回到這個 握社預備多 下面的教學專區 台子期的法人換倉 換倉 換倉 記得 我們今天在講換倉 換倉 都是日盤開倉 都是日盤開倉 所以台子期 10月份的法人換倉 我們以日盤開倉為主 所以 答案是多少 14423 14423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這三個數字 這樣大家會看了嗎 以後大家就自己 比如說下一個月 10月份的第三個禮拜 月選結算之後 就換11月開倉 大家一樣 仿造這一個步驟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11月份 11月份的法人換倉是多少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麻煩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一下 OK 那今天其實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講的 主要是要跟大家講這個 那原則上 原則上這個 大家 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來復盤 復一下昨天的盤 復一下昨天的盤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好 這個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這個是古代前天 古代的前天的單 大家如果有看到這個 古代前天的單 我有跟大家講 下好離手 拉回早買點 上星期的空單差點被買 那原則上大家可以看到 古代的 布局 古代的布局 原則上 前天古代下單 基本上是賺錢的 然後咧 夜盤下殺嘛 然後後來 其實古代下單都會設 促駕 停曆跟停順單 這個是你做齊權 的人 必須要 應該是說對古代來講 已經是最基本 你一定要設的一個 工作 所以呢 基本上其實 如果古代有沒有講到的部分 大家不要覺得說 你就不用設什麼停利跟停損 反正古代有跟大家講過 我一下完單 我就會反手掛出價單 這個沒有惡化 就跟股票一樣 股票你在做當充 現在很多很多也有那種 很多券商其實有推 那個股票的移動 停利跟停損 如果大家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當充 我的部位 下了多少 我今天一下成交 成交完我就會反向掛停損 跟停利單 這個是務必 大家一定要特別去做的一件事情 這已經是交易的必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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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前天這一筆單 其實古代後來是 因為他夜盤拉過平盤 所以這邊古代原本是賺的 然後後來是小賠 小賠 昨天前天也賠了兩萬多 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昨天 昨天在錄影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古代的下了 14150跟14300P我各下了100口 我各下100口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古代你是不是轉性了還是怎樣呢 你怎麼忽然下這麼大 這邊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 這個100口看似很大 可是大家要去算他的權利金 你大家去算他的權利金 那原則上古代這200空單 200口 我們先不看那個 10月份的15000的扣 先不看這個 這個10月份15000的扣 只是古代 大家應該可以懂 其實這個整體的部位 古代是看空還是看多 古代是看非常空 這個扣只是古代覺得 如果不小心噴上去的 扣可以補血一點點 扣可以補血一點點 可是整體的部位 古代看得非常空 那古代昨天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古代昨天這200口 這個200口 大家看似很緊張對不對 可是這200口 你只需換算他的權利金 其實古代 你這邊我們就只 就空單的部分 古代只花了多少錢 我只花了4萬半 8000塊不到5萬喔 我只花了4萬8 去做這200口的空單 也就是說我這200口的空單 就算今天結算歸零 我也頂多賠了4萬8000塊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這就是古代跟大家講 很多人喔 很多人喔 這個大家要特別留意 很多人喔 就是幹嘛 玩選擇選 跟期貨跟股票不一樣 那個期貨你凹完本金還在嗎 保證金對不對 頂多追繳而已 可是玩選擇權幹嘛 你不會被追繳 買方啦 買方比較不會被追繳 買方沒有被追繳這回事 你頂多就會歸零 歸零是整個本金歸零喔 所以這個 你如果不懂得 去設這個旅約架 要在哪裡的時候 基本上 你很容易吃鬼靈膏 那古代呢 昨天這個 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個古代昨天幾乎是在平盤 快要破平盤的時候 去放空的 這個古代14300的P 大家仔細看一下昨天 昨天 昨天這個 昨天從這個平盤是14558 有沒有 然後咧 一路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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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昨天 這個古代為什麼這邊敢空 這個 這麼價外的一個選擇權 這麼價外的P 因為今天就要結算了 你今天空那麼價外 你有錢賺嗎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古代前天就看空了 是因為那個什麼 拜登就跟你忽然搞一個什麼 什麼 美國疫情結束啊 幹嘛之類的 然後咧 就談嘛 啊談就讓他談嘛 反正古代有跟大家講 拉過平盤 古代就損了 對不對 然後咧 古代看法還是沒有變 反正我就是覺得 會壓低結算 所以呢 昨天啊 昨天下午啊 在開盤的時候 開盤的時候 他一破平盤 古代就差不多 大概在這個時間 就直接敲進 敲進這個非常價外 一萬三千 一萬三千點 一萬四千三百點的一個put 就直接往外敲 怎樣往外敲 那為什麼要敲這麼往外 大家不要忘記 你在 不到 成本不到五萬 你只用了四萬八的資金 去做 敲 架外 深度 架外 深度架外 的這麼遠的一個put 你的槓桿是很高的 因為 明天就要結算 明天就要結算 然後你今天又買了一個 這麼價外的put 那 基本上槓桿幾乎幾乎是開到最大 那原則上為什麼 古代敢這樣玩呢 大家特別留意一件事情 古代就是看他跌 我就是看他跌 所以呢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 從古代從 你從平盤 跌到這個 一萬四千 四百 六十幾 或五十幾 這邊跌一百點的時候 平盤到這邊跌一百點的時候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他已經足夠讓這個一萬四千三百點的P 翻了一倍 他已經足夠讓他翻一倍 所以呢 大家記得 為什麼古代敢這樣玩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第一個 其實這邊分兩趟去看 第一個分兩趟去看 第一個 一萬四千三百點的P 古代 壓了一百口 那 夜盤跌個一百點 其實就足夠讓一萬四千三百點的P 直接漲一倍 那漲一倍 你本金四萬八漲一倍 等於你賺了四萬八回來了嘛 那扣掉一些手續費 還有那個期交稅等等 那我們假設賺四萬 賺四萬 所以咧 古代原本 只花四萬八 敲了 身價 深度價外的PUT 夜盤跌了一百點 讓這個深度交外的P 幹嘛 直接翻了一倍 啊翻了一倍就收進來 所以你等於幹嘛 你等於先賺 先賺你 你的獲利其實我們打扣一扣 讓他扣一扣 假設賺了將近四萬回來 那大家再去看一下 古代昨天 昨天其實在錄影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翻倍我就要出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很有 很有機會隨時歸零 那翻一倍就要出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四萬八 你翻一倍 扣掉 你就是賺四萬回來 對不對 你已經拿了四萬回來 拿四萬回來 接下來 你現在已經獲利四萬了 你怕屁有 明天就算歸零 歸零就打平了而已嘛 大家懂意思嗎 所以 第一筆單 古代敲了 槓桿非常高的單 然後呢 第二筆單 因為要結算了 這個 你再不走 你很容易 本金就全部歸零 所以呢 古代呢 那時候錄影的時候 我就有跟大家講 其實接近翻倍的時候 我就會出場 出場之後呢 古代留了21口 就是當樂透 可是剩下的單 大家也沒有發覺 從 一萬四千一百五十點 跟一萬四千三百點 古代的批全部撤走了 古代換成架內批 古代換成架內批 為什麼要換成架內批 阿明天就要結算 對不對 明天就要結算 阿 一樣嘛 大家不要忘記喔 這個昨天古代就有跟大家講過了 古代昨天就有跟大家講過 反正我就是看明天幹嘛 一路走低收最低嘛 對不對 今天是跌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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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大盤是 幾乎阿 你們去看家權貴買台字起 全部一路收最低 連彈都沒有彈 很多人很期待拉尾盤 古代有沒有跟他講 就是給他放到自動結算 你如果昨天有看古代影片了 你不會笨到在今天盤中 一路在那邊接多單 接多單 我也不知道你在接什麼 反正古代就是這樣做嘛 我前一天我就跟你講行情怎麼走 那古代自己也是這樣幹嘛 我就是真的讓他結算 真的讓他結算 那原則上大家不要忘記喔 這個你看喔 一萬四千一百五十點的P 是歸零的 一萬四千三百點的P 也是歸零的 可是你買在一萬四千五百點的P 是有錢的喔 本金沒有歸零喔 本金就沒有歸零喔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喔 這就是選擇選股 他有跟大家講選擇權的對讀協議 選擇權的對讀協議就在這 你在什麼時間點 你要漲到哪個位置 或跌到哪個位置 可是期貨不一樣 期貨你看錯 你也不知道他漲到哪裡跌到哪裡 他就是幹嘛 你漲多少就是賺多少 你跌多少就是賺多少 就這麼簡單而已 可是選擇權他有加了一個對讀協議 你要漲到哪裡跟跌到哪裡 所以你今天在旅約價非常價外 那結算 結算在價外的全部都是歸零 可是你今天如果結算在 你如果旅約價是放在價內的部分 基本上你今天就跟古泰一樣 昨天為什麼古泰出完 出完之後要換成14600的P 為什麼 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幹嘛 古泰也會怕說什麼 也會怕說什麼 我買太價外的 對不對這兩百口 古泰如果不走 繼續放著 他如果沒有跌破14300 沒有跌破14150 那這個 這兩百口真的就歸零 所以 從昨天古泰的交易裡面 其實古泰做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開大幹 因為反正 你就是有把握 他夜盤先疊 先疊個 足夠讓這個 呃 價 非常價外的P 能夠翻一倍 古泰先用高槓桿 把這個獲利 本金翻一倍 翻完之後 然後呢 再換成架內P 再換成架內P 那價內P大家去看一下 14600的P 今天 古泰的成本在106.86 你算107 今天的 今天的那個 收盤收多少 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收盤收多少 你知道今天收盤收多少 14600的P 今天收盤收198 古泰成本在107 今天收盤收198 古泰有沒有跟你講 你就是給他放到自動結算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同樣都是下跌做 10黑收最低喔 可是你履月價選的 不一樣 你的結局完全不一樣 你履月價選在14450的 你本金還在 你只要14450以下了 你選在13500 14300 14300 14250 選在這裡的全部歸零 所以呢 選擇權 基本上 古泰也有跟大家講過 時間 跟空間 你都要對 你只要 你只要一個錯了 什麼都錯了 你只要一個錯了 什麼都錯了 所以呢 古泰呢 昨天 晚上 就是這樣 然後咧 今天就是幹嘛 就讓他報到自動結算 那14300的P 古泰就說當樂透嘛 因為這也沒有多少錢 6.2塊 1.50塊 1口多少錢 6530 1口300塊 300塊 21口 對不對 6000塊 就賠給他嘛 對不對 6000塊就賠給他嘛 大家懂得意思嗎 那 剩下這7口單 對不對 7口單 幾乎啊 你可以把它當成翻倍啦 對不對 你可以打他單 106 今天最高點是198 你把你乘以兩倍也差不多啊 你可以把它當成翻倍嘛 對啊 這樣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嘛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啊 就是 你看 對不對 所以呢 大家一樣啦 這是昨天股在跟大家規劃的 今天應該是有機會看到143 143 143開頭啦 那原則上 等一下夜盤怎麼刨 我們夜盤再來講 夜盤再看情況 夜盤再看情況 那原則上 大家也不用急著現在去進啊 這個公布再來做 你如果不睡覺的公布再來做 都還來得及 好不好 這兩次的CPI 對不對 上一次CPI 古代也是等他公布完 我才買的啊 我才買一萬五的扣啊 對不對 啊這一次的CPI 上一次那個 上禮拜還上上禮拜的CPI 古代也是等他公布那個瞬間 跑去放空啊 對不對 你等他公布完再來做都來得及啊 不用急啊 啊 等一下到底是三馬還是四馬 Who care 對不對 訊號公布出來 看市場上 華爾街大佬們 還有整個市場上的反應 到底是利多解讀 利空解讀 咱們再出手就好了 OK 那原則上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啊 那原則上 今天主要要跟大家講的這個 三個法人換倉成本 大家記好 OK 那 這個 古代昨天的單呢 我也覆盤給大家看 也覆盤給大家看 那原則上 這個策略啊 其實選擇群有很多策略 包括期貨有很多策略 那 你看得懂的 你也懂得 隔天行情可能怎麼走了 像昨天 古代就跟大家講 反正我就是看空啊 我就是看回馬槍 對不對 我就是看回馬槍 那很多人昨天那個夜盤那個V轉上去 很多人都覺得靠要V型反轉 對不對 今天那個V還是有人覺得會V型反轉嘛 會拉高結算嘛 昨天外資不是買了4000口了 那個台子級多單嗎 who care who care 反正古代有跟大家講 我 自己就是幹嘛 看空 那原則上 古代也有跟大家講嘛 從一個心理學的角度 我就是看空嘛 事實證明 古代也對嘛 所以呢 原則上 你如果昨天有看古代影片的 原則上 你今天應該是不至於跑去做多啦 應該是不至於跑去做多 要做多也是尾盤做 今天一路十黑收最低 一路十黑收最低 你盤中任何一個點去接 全部都是套牢的 全部都是套牢的 你尾盤買 可能拼拼看夜盤還有機會 不然你幾乎全都套牢的 OK 那古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那明天 明天 今天 今天公佈之後 明天 再看一天啦 因為禮拜五還有一個PPI SPPI還是多少 剛剛忘記看 反正四五兩天 這裡應該就會比較明朗一點 那明天 央行可能也會 看一下這個 凌晨兩點公佈的一個 FOMC會議 到底要升級嗎 然後再來評估一下 明天央行要升級嗎 OK 所以這個 大家操作不用急啦 好不好 這個 你等到他公佈完 確認 市場上是利多解讀還是利空解讀 你在進場 這裡都來著急啊 因為 接下來到十月中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 什麼 什麼事件的啦 除非 除非這個 戰事啊 戰事衝突啊 不然 或者是疫情啊 不然其實 沒什麼太大事件 所以 原則上 這裡應該有為期大概 兩個禮拜的一個趨勢行期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也不用太心急啊 所以 我前陣子 今年賠很多了 我要把這一波 把他全部從這邊尻回來 我跟大家講 你越有這種心態心情 你越容易賠錢 操作不要緊 操作不要緊 像昨天 前天股他也被 莫名其妙的 被那個拜登說什麼 美股反彈 然後咧 被嘎了兩萬塊 賠了就賠了嘛 對不對 昨天一下子 都給他尻回來 所以基本上一樣 功夫在手 賠就讓他賠 你還是有本錢 把他引回來的 所以 古代有跟大家講 今年操作 不是那麼好操作 今年的操作 不是那麼好操作 所以 與其你要那邊亂砸錢 在這個市場上 你倒不如好好用功的學習 為什麼你會賠錢 為什麼今年市場是這樣走 那你以前學的東西 為什麼現在不管用了 現在是不是主力手法變了 是不是行情變了 是不是有哪些東西 我們沒注意到的 我覺得大家 focus 在這些 不要一直 想要從這個市場上 趕快贏錢贏回來 現在又多了那個 黑手 又多了一隻手 你更難 更難 更難 更難去 你必須要更加入更多的一個 博弈的一個技巧 心理戰 心理戰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一下 那 原則上 明天看情況 明天 如果有錄影的話 說不定明天應該是不會錄 因為 禮拜五還有一個數據 禮拜五還有一個數據 所以原則上 古台明天看情況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話 其實 明天後天 大家 也不用想太多了 因為 十月份已經開倉了 你就是大概 以這個十月份的換倉成本 一樣那句老話 一樣那句老話 不論多或者是空 會快速的拉開成本 你看他往哪裡拉 你大概心理就有一個方向 大概心理就有一個方向 OK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喔